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只有一个要求 只要能让我吃饱就行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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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莫凡的办公室 莫凡向来是以宠媳妇出名的 今天我就来体验一天 当莫凡媳妇的感觉 看到莫凡到底是怎么宠媳妇的 吧 莫凡怎么还不来啊 媳妇我来了 我给你一个大鸡腿 这个太太太重了 给你加鸡腿做我媳妇的第一天 你都是这么宠媳妇的吗 幸亏他不是个男的 今天这一上来就加了这么大个鸡腿 他也使人做我媳妇第一天 上来就得加鸡腿啊 这也太大了吧 我头一次见这么大的 那我的工作不就是卫绑你吗 这还不算什么啊 这还不算什么 走 吃饭去 现在吗 现在 走走走 冷死了 风太大了 等等啊 你先按这个B 拿东西吗 嗯 是不是超浪漫 还有一个小贺卡 你在上面写什么 我想做一个能备帮你的人 没有人干什么 没有电话 来 上车吧 好 我们去吃什么呀 去吃一个 我好久没回北京了 我带你去吃一北京特色 巨好吃 蒜肉 这个天儿就得是蒜肉 是 我也觉得是 哎 口红太掉了 太好了 口红 有吗 嗯 补一下吧 补一下 哇 都是给我了吗 是是 这丑媳妇也 我跟你们说 我今天全程就一直在 哇哇哇 我们两个见了 能有十多分钟 这就是这几个东西了 我跟你们说 幸好五母分不是男的 你出本书吧 叫 如何帮男生追女孩 哈哈哈 我我跟你讲 一般女生找男朋友 都会爱好我 都会说 你看一下张莫凡 像什么样 哈哈哈 这也太会知道 你东西了吧 太香了 太香了 咱们哪屋啊 咱们朝阳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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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跟你们说 我挖的不是这双羊肉 是后面那个枪 能看出来吗 是不是 能 我超喜欢喝旺仔 都给你喝 饭也上来了 来吃饭吧 来吃饭吧 吃饭吧 吃饭了 可以开始吃饭了 终于到吃饭的环节 是的 你先吃 是还有流程吗 我还有啥惊喜 我跟你说 今天才跟莫凡见多长时间 这一个一个的惊喜 我的天啊 为什么给女孩子准备惊喜呢 都是女孩子 我也不懂 我觉得很简单 给女生准备惊喜 女生就会开心了 你这是什么 我要吃酵素 因为这个是普通女孩的伤透 吃火锅 吃油比较大 吃烧烤都要吃 饭前都要吃这个东西吗 我如果吃火锅吃烧烤就会 正常吃饭不会 这个东西正常人可以吃吗 正常人可以吃吗 正常人可以吃吗 这就是正常人吃的 那我可以吃吗 你不认败 你吃的不胖 这个就是 像比如说你消化不好 新鲜代谢不好 吃完都会发胖的 我也会发胖 那你吃吧 你可以吃 这个是我自己选的最好的 我自己平时都 你看这个我吃了很长时间的 是还有肉啊 这也算惊喜了好吗 你得吃饱 很多女生她会 就吃多了会电蜜啊 或者什么的 肠道不健康 所以就会吃焦素 然后我其实也不会说 平时要求醉机很高 然后主要是跟着你我才会吃 因为你会带动我吃 特别多的东西 甚至可以煽肉了 我看又上了好多盘 你这不吃香菜对吧 对 地里面没有香菜吧 我今晚没有 还是刚才的一句话 为什么给女孩子 敬喜的都是女孩子 因为女生更懂女生 我另外一个朋友 叫明明 我生日的时候 她男朋友都会被我比下去 她在旁边都很尴尬 就是 有这样一个闺蜜男朋友 真是太惨了 莫凡尊跟我说 她前两天给一个粉丝 准备了一个生日惊喜 一到二十六岁呢 对 给了她二十六年的生日礼物 但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给别人礼物的时候 我会特别开心 就给别人制造惊喜 别人说 哇 什么什么 我会觉得 好嫩的要做肉 这家店的生日 我和孟凡都比较喜欢那家店了 我超爱 我每次长时间不在北京之后 我一定吃她家 刚才我们在点菜 就是 你叫我那个服务员小姐姐 就一脸生气地走了 为什么 你们爱点就 爱点这么多就爱点这么多吧 我可不给你们退啊 对对对 我听见了 他们说 你们吃不了 对 不听人吃啊 你们爱点就点了 我可不给你们退 一会儿要吓小姐姐一跳了 我跟你说 我就应该带孟凡去吃小时间 就没这种东西 你都能尝一口 然后剩下都给我 就每种东西你都能吃到 说实话 我也想找你这样的男朋友 我有可能给你掰弯吗 我有可能给你掰弯吗 总感觉 就是 莫凡这种瘦瘦小小的 吃一个烧饼就饱了 是 所以我只掰了一口 但是我真的特别爱吃主食 我们现在之前莫凡跟我讲 他们三个人 在这家吃了多少 350 他们就觉得好多了 而且每个人都好撑 据撑 我跟你说 我吃火锅就没点过 低于530块钱的时候 你一人吗 对 这要是我自己吃主食 你知道我怎么下肉吗 一盘 那你就这么下吗 那你就这么下吗 但是这次 它这个是大锅 我平时特别爱点小锅 对 你们见过两个人吃火锅 这样一人手着一个大锅帅的吗 就我觉得你也是别人梦想中的 跟我男朋友那些 点一大堆 然后一个想吃 你朋友一样吃一口 心里面也不浪费 对 就我有一个闺蜜 她就是很馋的那种性格 然后就特别爱尝鲜 然后每次点很多 然后下一段的男朋友就 都被气疯了 每次就胖死我 只要养胖了就要被摔 你这吃的挺咸的呀 老实我吃了多 所以小料下得快 你看我吃火锅 我是真的是那种 吃海底猫 可以把小料前吃回来的那种人 天啊 你确实是你 吃自助餐应该也 我还真的经常去吃自助 偷偷的那种 不敢一下子拿一拉桌 就是一点一点的那样的 偷偷的太可爱了 你多大发现你很能吃的 从小的 就是从小的印象中我就觉得 可能所有人都像我这样吧 我觉得记得三四岁的时候 我哥拿着一顿碗 在后面求着我吃饭 追着我 哎祖宗快吃一口 不吃我不吃饭 我不爱吃饭 我印象中我 就还没上小学的时候 我就吃过七碗米饭了 七碗米饭了 然后我小的时候 还说过那种屁话 我说我希望研究一个药丸 因为我爸妈每次让我吃饭 都会凶我 我说我真的想研究一个药丸 吃完之后一年不吃饭 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 就是你不吃饭不会难受吗 可能因为我们家做饭太难吃了 那你现在几分饱 我现在我在吃就撑了 这么快 你才吃多少啊 我的饭量就是这样 今天应该给他研究一个小药丸 不是我真的我没有刻意说 我就是要小吃一点或者什么的 我就是吃饱了 就是如果我能吃很多的话 我可能会一直睡在前 就看我吃这个今天的饭量怎么样了 我每次都会吃到自己撑 撑就不会说吃到有没有几分饱啊 很健康 都会吃到自己撑一点 那我现在其实挺撑的 你知道我 我每次都会吃到 七八分饱 你还去健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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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吃撑的话也是 就是拍片子的时候也会状态不好 什么状态啊 就是吃撑了 就会不会不想动 就会很困得很想睡觉 那种感觉 像我昨天晚上 我特别饿了 我想吃个夜宵 然后我就 煎了一个鸡蛋我就吃饱了 煎了一个鸡蛋我就吃饱了 我就本来还说我想再吃点别的 煎了一个鸡蛋我就觉得挺饱的 满足 就饱了 没撑了就饱了 就满足了不饿了 那是什么鸡蛋 我去之前有做节目的时候 就是专门拍过片子 就是饭前饭后的那种CT 就是也是跟正常人一样 饭前也是跟正常人一样的 但是你看你人就这么大 你胃肯定也就这么大吧 但是菜有这么多 到底是怎么三星期的呀 就吃完了之后胃会变大 那你看有这么多东西 我怎么能变那么大 我之前拍片子的时候 有做CT 我第一不是要喝那个照影吗 咸饮水 然后人家都是喝一杯 就可以胃部整个都咸出来了 我那天喝了三杯 才显示出来半个 那这样很幸福欸我觉得 除了饭前有点贵 上大学的时候都是 几个食堂溜达这吃 就是不会一个食堂 盯着吃很多 然后或者打包回去 应该没有人在学生时期 会跟你说走啊 请你吃饭 你用饭的 不会都是走啊 请你们吃饭你们跟我去吧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能吃 然后那段时间 是我刚开始走出家庭的大门 或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因为就不知道饭这么好吃 家里的饭很难吃 又不知道饭这么好吃 那段时间就吃很多 我那会儿就最多的时期 我就是在麦当劳能吃下一个汉堡 然后再加小食 然后在我正常时期 是不可能吃一个汉堡的 就半个汉堡 然后我现在就自觉到 我都不点汉堡 我只点个鸡翅 鸡块我就饱了 都不太想象了 你知道刚才你那个口红的时候 你跟我说 你用不完那么多口红的时候 我懵了 就是我也懵了 怎么会 一个女孩子干嘛需要这么多口红 因为要搭配不一样的妆容 我是一只口红能用一年的那种 就会用到空管 对 只于你 我昨天在想一个问题 我可能在买面膜了 然后后来想一想 我不买面膜 就跟你一样 应该也会有很多品牌 你就主动给你送他们的新品吧 我不买面膜 一个人给我送面膜 然后我就肯定新鲜我就用完 用完之后 然后我就肯定会上直播间了 我就好用我就会上直播间 上直播间 我自己就跟着买 我又哭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面膜用完 死循环 对 有人给你做过满汉全息吗 没有 下次 我们一直想 交给我啊 我的满汉全息有人包了吗 我来 你有吃过最多的一次吃了多少 跟你吃了最多一次吃了 是吗 最多一次竟然是跟我吃的 但是我觉得 炸鸡面吃的最多 一定是见过我吃的最少的人 你还记得咱俩零食节的那天 我平时不可能吃到底的 那天我就跟着你吃到底了 虽然我每个真的都吃了一口了 那我这天连一口每一个我都吃不完 对就是零食节那天 我觉得我住的时候 我还跟杨兰姐说 我说墨凡也挺多吃的 能吃40多个的 每样一口也不少了 那天最后你还吃了一片面包 我觉得你已经吃的挺多的了 然后她还吃了一片面包 那片面包让我记忆有些 我真的我动不下筷子了 我要撑死了 那我把这最后一盘绕下了 我一见的冒犯就知道是点烧饼 然后点了4个烧饼 结果我以为它44个全都能吃完 怎么看呢 这又是啥 这个是美大师 这您肯定听说过吧 我听说过 它就是寡油的 它纤维粉嘛 它其实就寡油的 这种我真的吃多的时候都会吃 吃夜宵的时候也会吃 它就促进消化的 对 像是这个 是最后几个东西吧 像是我们两个直播零食节的时候 这是最后几个瓶 然后你还能一口干了这么大一杯 我觉得 哇 墨凡真的好能吃了 那不一样 就干了 这就有一次性干 不然它再会变成坨 那这种东西 我差点什么 正常人也可以喝吗 就是我也可以喝吗 可以 我用一股成的味 你可以喝 你可以尝尝吗 你可以尝尝吗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喝这种东西 怕胖啊 然后或者说容易消化不良啊 要寡油啊 这个时候就 就像我们去杭州什么的 我们都带着 都喝完喝几罐了 立刻就喝吗 对 立马 咕噜咕噜咕噜 而且它其实会有饱腹感 还挺好喝的 嗯 就藏着味嘛 它没有什么饱腹感 它在胡说 我应该拿一个大杆子 你怎么能喝一勺呢 真的是 你那样都没有 没有饱腹感 它在胡说 好了 那我们就慢慢清盘了 其实真的是 非常感谢莫凡今天给我知道了这么多惊喜 还请我吃的这么 说这个话就太客套了 这么一顿 就是超好吃 而且我超喜欢吃的蒜肉 我跟你们说 就是期间为止 谁敢请大家要吃饭我最满意的一顿 而且 我感觉无人能超越了 就是这个女孩子 她有说她的话 你知道吗 那最后大家可以关注 今天请我吃饭的莫凡 还有迷你 都是不加帮 那我都是大鱼命啊 挥手一分钟 拜拜 你最后说的是啥 好了 那最后 请大家关注我今天的老公莫凡 还有今天的媳妇 迷你挥手一分钟 拜拜